欢迎锁定今天7月1号 在星期三晚上7点55分 为你播出新台湾加油 说如果监察院院长的人事案 陈菊名单不退的话 就要占据立法院三天三夜 结果三天三夜 竟然不到一天的时间 不到24小时 20个小时就已经是被攻占 被清场了 而且随即在中午时间吃完 便当通通都浪杠 都跑人了 连赵绍康都在笑 国民党你这是什么抗争呢 干脆留在家里好了 连赵绍康都在嘲笑 说笑掉我大牙了 连今天包括了柯文哲都在笑了 柯文哲说要占领 就要装得像一点 不然就落魁了 但是要跟观众朋友说 这场打群架 还是说这场戏呢 竟然跟幕前为止 今天是拜三 还没算呢 因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要告了 要告谁呢 要告吴秉锐 说你要置我于死 那一刹那呢 我想到了我的家人 我的妈妈 我的孩子 我的太太 他是洪孟凯 控告吴秉锐所候 宣布要提告 我们今天要还原影片 洪孟凯自己在FB 他也公布了影片 刚刚好王定宇也公布了影片 两个公布的影片 当然是同一个场景 我们要看洪孟凯 今天在讲万安 有人说万安演习启动的过程中 代表民意到底有多少人挺 他陪同洪孟凯 所召开的记者会议 他说民进党把暴力合法化令人不迟 但是洪孟凯说 为什么要告呢 你锁吼已经超越了攻防底线 如果不告的话 这怎么得了 揭开潘朵拉的盒子 好一个逸淫 因为牵涉到邱逸淫 邱逸淫人就在当时的现场 我们稍后连线给邱逸淫 也为我们还原 到底他里头的角色是什么 那洪孟凯跟邱逸淫当时互动又是什么 那独家连线给他的同时 事实上你知道吗 立法院怎么会出现这种 有10公分 在我身旁的这个刘正好大哥 他特地带出10公分钉在立法院大门的钢钉 那叶玉兰今天跟你讲 哪一个人钉的 他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 我们稍后试图要连线 因为我们发现 当整个历史建筑被破坏 而且文化局说 最高可能会罚200万元的同时 竟然知道说 在当天有人在立法院发10公分的钢钉 有人在发铁片 国民党到底想要干嘛呢 如果有人撞上钢钉 你觉得只是伤人而已吗 不恐怖吗 当然在全球都关注 全球的反对 包括反弹跟谴责的声让 香港的国安恶法在今天开始上路了 你觉得香港是不是形同今天 就是进入的戒严的状况呢 但是在高雄市长三个 市长的补选的候选人来看看 他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当然我们想知道是从今天开始 到香港安全吗 但是呢我们今天更要了解 中国内部形成的态势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中国一定要蛮干呢 今天香港街头的最新情形 来邀请这几位来宾来首先为你介绍 国会观察机终的杨丽敏老师 大家晚安 包括了民众党的立法委员高宏安 大家好 你知道民众党也有参选高雄市长补选了 这党很奇怪 民众党找不到人吗 为什么找一个亲民党 他还没有退党呢 等一下红安为我们做解析 包括现场有民进党的地方刘兆好 小军好 大家好 好高中老师黄毅忠 关键朋友大家好 来政治评论家李正浩 大家好 来画面当中已经看到了陈伯伟马上连线给他 同时包括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赵玉招老师 以及台大教授明居正老师 加入我们的讨论 包括了退役空军副司令 张燕廷张教军 来看看最新情势 因为F16出动了 这些演习 包括了龚三 包括了熊三 据说也出现在台东 这些演习传达出什么意义 马上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 包括了人家给陈破空来告诉 先从立法院关键性的100秒 有人说我为什么要拆掉他的眼镜 打群架是不是真的还要定规则 来看这个大现场 蓝队抢一场大战 民进党郭国文英勇破门 半身悬在空中 还大力把门框都拆了下来 不过过了没多久 郭国文眼镜突然不见了 视力模糊看不清楚的情况下 战力大幅减退 他在冲突的时候眼镜被拔掉了 那大家要打来打去 所以他说对他来说就很危险 他完全看不到 我们不希望民进党委员 用很多不实的指控来模糊焦点 郭国文的眼镜是我拔的 我们国民党的立委 希望减少民进党的立委 在主席台上的人数 蒋万安才刚说民进党不实指控 马上被打脸 微丁正正有词 认为拔眼镜很有力 仔细看看画面 当时郭国文挤进主席台 无一定冷不防 突然抽走郭国文眼镜 郭国文根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一边眨眼睛 继续跟兰赢拉扯 绿营骂国民党完全不顾他人危险 连扒好几人眼镜 甚至油压剪剪铁链攻坚时 蓝营也从缝隙伸出铁条来戳人 不过苏正清看准时机一把抢下 还有绿营立委说 国民党连铁锤都用上有够可怕 尤其是铁钉钉在门上 只要不小心撞上一定皮开肉绽 我们的这个门三号门 是贴近那边是 是林文睿委员他挑 叶宇兰宣称钉子钉得很高 但看看画面 钉子几乎是针对人的头部跟腰部 不过国民党记者会确实谴责暴力 洪梦凯否认先动手打邱逸赢 才被民进党针对 坚持要对对他勒脖子的吴秉睿提告 我正式向吴秉睿委员提出告诉 微强一场蓝绿战术各凭本事 但国民党又是把人眼镜又是用铁条铁钉 是不是见招国人看在眼里 三立新闻李正道周宁台北报导 来我们先看立法院这个非常关键性的影片 那现场两位立法委员 包括了郭鸿安跟赵豪大哥 过我们进行连线 稍后立刻连线给另外一个关键的人物 他是邱逸赢 我们先看一下洪梦凯 他在昨天晚上所po出这个影片 他原来他说邱逸赢对洪梦凯动手 是邱逸赢委员手出脚出 要阻挡洪梦凯进入议场 这是脸书当中他所po出来 他说洪梦凯并没有对女性委员动手 请民进党不要转移焦点 含血喷人 吴秉锐请向社会大众来道歉 到底谁应该道歉呢 来先看洪梦凯所po出的影片 是吧 是吧 我都在开车里面 你还说热的 是吧 大家接下来 是吧 我都在开车里面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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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洪孟凱所剖出的趙好大哥 我讓你來看繼續是王定禹 同樣要還原事實 王定禹在點書上說 你來當柯南查出真相吧 哭只是情緒性的表現 並不可恥 明明自己先衝撞別人 還敢發文顛倒黑白 這真的很可恥 好 這是小編把它加出來的聲音 好 這是小編把它加出來的聲音 這個他哭聲沒有關係 來 我看這個子母框 張大哥你人也在現場 站在門邊穿著白上衣 那個是邱逸營 邱逸營 對 旁邊一個男生應該比較高 那個應該張宏露 張宏露 旁邊那個好像被撞到那是林楚櫻 這現在被 進來那個 洪夢凱 那洪夢凱為什麼被人這樣子撞進來 還是拋進來 為什麼 應該沒有人拋進來 因為是因為昨天我們就一個一個 把他們排除嘛 那排除之後 有些可能會體力比較好 他就繼續衝撞進來 那洪夢凱 可是我看到這樣撞耶 他是整個把他丟進來 但因為他被 他是怎麼會用這種姿勢進來 因為後面那邊沒有照到 是不清楚了 不過我要必須說明一下 因為我人剛好在邱逸營委員的旁邊 所以邱逸營知識委 站在那個位置 是因為那個門 就是大家所看到 這幾天在傳的那些鋼丁 因為門上是有鋼丁的 所以兩邊都有鋼丁 那陳丁飛委員就站在右邊 這個他就護著那些 當然不要讓大家碰到那些鋼丁 很危險 然後邱逸營就站在左邊這個門 他就護著那個門 就希望大家提醒大家 保護大家不要去碰到那些鋼丁 那些鋼丁到底有多長 其實因為昨天那些鋼丁 因為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立法院在抗爭的時候 警察跟工作人員他是不會介入的 雖然那個有危險 但是他原則上都不會自己來排除 然後因為我看到有鋼丁 其實我是動手去動他 結果其實我是拔了好幾次起來 那個鋼丁 他是一直咬咬的 可以把他拔出來 那個鋼丁就差不多有這麼長 差不多應該十公分左右 十公分甚至長一點這樣子 所以他有一部分是外露的 就是在門外他是外露的 我們看他拍的畫面 對對對這照片門上的這個照片 這是外露的 對所以說你人如果這樣 可是這個門是在立法院外面 就是外面 這外面 所以他等於是從裡面打出來 對他從裡面盯出來 可是你門如果一開的話 人一撞上 這很危險 因為人我們在那邊推擠 就不知道會刮到誰 是相當危險 所以邱映文也是 昨天是站在那個位置 其實就是保護大家 不要去碰到那些釘子 然後就剛剛我們看到那個畫面 就洪孟凱就進來 就衝撞撞到 丘映委員 然後丘映委員當然就是說 那時候就過來 就當然有一點混亂 包括就是說 大家在質疑 洪孟凱說你為什麼用這樣的方式 去對待你的丘映委員 然後這樣 所以大家就 大家都就擠成一團 所以大家看 後來就擠成一團 不過我要說明一下 其實我在懷疑 這整個昨天的 這整個狀況 其實立法院的抗爭 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 你說灑灑麵粉 或者是 或者是班禮子 獨卡獨擋門口 或者是抱著主席臺 不走 其實這個大家 說實在 這大家也不是第一次碰到 但是大家多少有一些默契 就是 都會傷害不特定人的東西 跟行為跟工具 你不應該去用它 像昨天立法院的主席臺上 出現到鐵鏈 還有包括我們剛剛的鋼釘 還有剛剛畫面上 沒有看到的 就是它有一種鐵片 它被釘在門上的鐵片 那個其實刮到都是相當危險 為什麼要釘鐵片在門上 我在猜 因為那門上初他們可能是在封那個門 封這個門 所以他們釘鐵片 就試圖把這個門給封住 但是一推開之後 那鐵片就會外漏 外漏就相當危險 那個刮到那個 然後包括我們看到 那個蘇貞勳委員 他在門外推開門的時候 國民黨委員用長長的棍子在那邊戳 其實他根本看不到 看不到門後是誰 那個戳萬一 萬一剛好人是蹲下來的 那戳到臉 或者是但是相當 戳到眼睛怎麼辦 相當危險的 就是說 那我們知道說 抗爭 你很難去保持說大家知識很優美 也不可能 但是有一些 長久以來 大家已經有默契的 這些危險的工具跟物品 其實我們是第一次 我從2012年當選立委以來 我們第一次看到這樣子 危險或鋼釘鐵片等等出現在 抗爭這樣的場合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行為 真的是國民黨要負取最大的一個責任 那至於鴻孟凱委員 他一直講說這個 吳秉六委員 這樣子對他的 這樣的拉扯動作 要傷害他等等 其實我覺得這樣就是說 我們身為政治人物這種抗爭 你要佔據主席臺 其實就是一種政治語言 你要表達你的政治立場 但是你表達你的政治立場 你也不能叫人家說不去排除你 那我們身為執政黨 我們希望這個會議能夠順利進行 那我們當然是要把這些障礙 阻礙會議進行的障礙給排除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 女生的部分我們就負責女生 男生原則上就負責男生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用 彼此用拉扯的方式 就把國民黨的委員 也請出去到主席臺外面 但這過程當中 當然你彼此在抗爭了 你怎麼有辦法去要求大家說 要用一種斯穩的動作 其實這個是沒有辦法達到的 所以我覺得吳比丁委員 昨天其實就是要做一個 排除的動作 包括其實這個畫面沒有看到 鴻崩凱委員他衝進來的時候 他跌倒 跌倒的時候 他為了要極力抗爭 因為我們要希望把他抬出去 但是他是幾乎是 拳腳都一起來啦 就踢啊等等 但是我們也不會怪他說 你這樣踢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知道他是在做一個 抗爭的一個動作 所以其實這個大家都是可以 預見的 所以我覺得從這幾天來 其實大家對這整個抗爭的 這樣的國民黨的 幾乎是無厘頭的抗爭活動 大家討論最多的 除了剛剛我們講的這些鐵片 鋼釘 鐵鏈 這些危險的工具跟行為之外 其實民眾最想要問的就是說 那國民黨你的訴求到底是什麼 你不要每次講就是說 講到人家在批評你的抗爭的時候 民進黨以前當反對黨的時候 常常在抗爭啊 那在2013的時候這個太陽花運動 也是在霸占立法院好多年啊 每一項動作其實背後的 它的訴求才是最大的意義啦 沒有錯在2012我們開始當 我們身為反對黨立委的時候 我們也曾經在立法院睡了好幾天 我們睡你那時候沒有開冷氣 我們在裡面也睡了好幾天 但是我們非常的清楚說 我們當時的訴求是什麼 我們針對美豬的這件事情 我們的訴求是什麼 包括太陽花的運動 它的訴求我相信那時候的民眾跟學生 他們也非常的清楚說 我的訴求是什麼 我反對服貌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最重要的是 這樣的訴求是引起社會的共鳴 所以才有辦法成為一項 全民矚目而且支持的一項運動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在這 我們無論從民調數據上也好 或者是他們所謂要號稱的 要去號召他們支持的民眾 幾乎是以零零落落的 來做這樣的形容 所以這顯然對國民黨來講 是一個整個是像鬧劇一樣的 抗爭的運動 那我們也希望國民黨能夠 趕快回歸到我們正常的立法院的運作裡面 如果你對監察委員的人士 你對他的資格 你對他條件 你有所批評 有所意見 那你就回到議場上 好好的來做質詢 大家好好的來做辯論 千萬不要再用這種 用這種可能會傷害到別人 而且大家不知道你的訴求 是到底為何的一個抗爭 然後讓大家產生非常大的反感 本來我想說打敗的 應該幾乎在那裡差不多算了 不過今天看起來還沒算了 看起來動作越來越大 那我要連線給當事人之前 他是邱毅營 邱毅營站在那個地方 那我看到邱毅營的畫面同時 我們先看一下洪孟凱 洪孟凱今天要控告的是吳秉瑞 那他在記者會當中怎麼指控 他說他被民進黨吳秉瑞勒勃 包括了張宏祿背後壓人扯一 他除了批吳秉瑞 你是想殺人嗎 他哽咽著說他一瞬間想到的是 一歲六個月的女兒 事後洪孟凱拿出了驗傷單 證實自己頸部挫傷了 這時候張宏祿也在臉書上說 是洪孟凱先偷打立法委員邱毅營的 來我們先聽聽看 在當事人決定提告 那今天的最新說法 一雙手直接扣著我的脖子往後拉 往後扯 照片會說話 實況會說話 我一瞬間想到我一歲六個月的女兒 我一瞬間想到我的父母 這就是民進黨嗎 這就是你們過半數的過外嗎 民政黨主席蔡英文 你認同這樣的行為嗎 你認同這樣的殺人暴力行為嗎 的行為已經超出了議場攻防的底線 如果這樣子被允許的話 那如同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往後是不是一場攻防都可以對任何委員 勒勃鎖喉 這是執政黨要向社會大眾傳達的訊息嗎 立法院是國家最高的民意殿堂 攻擊要害 有致命危險的動作 應該不分藍綠 共同譴責 意識衝突的拉扯 在所難免 但是超越界線 就不應該被容許 何況到目前為止 民進黨全黨上下 毫無懺悔之心 毫無虧欠之意 令人心悍 也因此 我們 我正式向吳秉諾委員 提出告訴 也希望 也希望 吳秉諾委員 真的正視這個問題 不要再審議 向社會大眾道歉 好 這是他今天最新記者會 連線給邱依瑩 來 依瑩 我看到你的畫面 我們剛剛播放 因為洪孟凱自己臉書 也放了一分鐘的影片 這個影片跟王定宇放的影片是一樣 你自己是當事人 我看到影片 你穿著白色的上衣跟黑長褲 你站在門邊 你那時候為什麼站在那個地方 為什麼 其實我們從 早上大概十點多 去尋場的時候 就發現了 那個門上釘的長釘 那我就一路一直覺得 這個非常危險 所以等到我們的 男同事攻堅 進入議場之後 我就一直守在那個門邊 包括 去協助他們潑水 撒麵粉之後的那些垃圾 先清除掉那個垃圾 我就一路一直按著 那個門邊的鐵條 那個長釘很長 那我覺得 這個一定會傷到人 尤其是大家在衝突的時候 如果不特別注意的話 你擠到門邊 萬一撞到那個鐵條 或是撞到那個鐵釘 其實都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一路就一直是守在那個門邊 那 侯孟凱委員在另外一個門被拖出去外面之後 他其實就一直在議場後方 在那裡stand by 那我一直跟他道德勸說說 孟凱這樣夠了 意思有表達到就好了 不要不要再衝撞 這樣危險 那所以你們會看到有個畫面 是我一隻手 好像是在阻擋他 因為我一直在對他做道德勸說 結果後來他就突然就一副像這個 鬥牛那種助跑的動作 然後就整個這樣衝過來 那所以 張宏露委員他們就站在旁邊 他們其實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這是為什麼後來 宏露跟秉瑞會那麼生氣 尤其宏露把他整個衣領抓起來 把他壁咚 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們其實在那邊 就已經一路在勸阻他說不要這樣 可是他還是硬對著我就這樣子衝過來 而且雙手就把我推走 所以這整個畫面所呈現的 就是完整的事實就是這樣子 你說你一手壓著鐵條 還有顧著鋼釘啊 還有鐵條 鐵條是在哪裡啊 就是那個 因為他們是用那個釘子 把它釘進去 然後有一個鐵條 其實看起來像是要把兩個門把它拴起來 所以當門被打開了之後 那個鐵條還是掛在門上 那裡頭鋼釘在裡面 鐵條還是掛在門上的 所以那個鐵條是有一點長度的 我如果不把它壓住的話 那個露出的鐵條 其實如果大家推擠到門邊 有可能都是會受傷的 包括我如果沒有一手壓住那個鐵條 侯孟凱從那樣子撞過來 他也有可能會從另外那個角度撞到鐵條會受傷 所以我就一路上 我戴著手套 一路上就是一直壓著那個鐵條 所以在整個昨天的抗爭的過程裡面 我其實是沒有進到主席台 我都是一直在那個門上 就是在那個門後 一直在顧著那個門的 對 我 茵瑩我聽你這樣描述 我覺得很恐怖耶 不幸中的大幸 因為我看那個 剛剛趙好大哥有秀出 他這個鋼釘大概有10公分 那看起來他是從 對那個鋼釘非常的長 而且那個釘子都是全新的 全新的釘子是非常的尖銳 我們看到都覺得很觸目驚心 那我一直在想像一個畫面 就是說如果有人撞到 而且他的就是差不多在 頭部太陽穴的那個位置 如果有人撞到 那真的是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我就一路一直顧在那邊 我就不希望有這種所謂的 流血衝突發生 那當然弘孟凱委員他 被從另外一個門排除之後 他在後面鑄跑 我就一直跟他說 好了這樣夠了 不要再發生衝突 不要再衝進去了 這樣就好 所以他還是 他還是就是不聽勸阻 然後就一路這樣撞過來 所以沒有什麼我主動 對他動手這件事情 你們大家可以很清楚 從那個畫面上看到 我的手就是一直浮在門上 我就是在顧著那個鐵條 你就突然間好像一個人 這樣捕起來衝進來 那其實你反而是有一點擔心 鋼丁不斷要鑄跑 衝進來他 去撞上那個鋼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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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 所以我是一路一直跟他講說 孟凱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是不需要 包括 其實我覺得 大家在議場裡面衝撞是難免 那比如說像 鄭麗文委員他的腳受傷 所以他昨天被排除 排出來抬出來的時候 在議場後方 我也跟他說 利文你就坐著就好了 因為你的腳已經受傷了 不要再進去 這樣可能腳會傷得更嚴重 我覺得基本上 大家還是會有一些同志愛 在裡面的衝突歸衝突 但是你真的看到有人受傷的時候 大家還是會有一些同志愛 那 孟凱是個小老弟 他被排除之後 我就跟他說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夠了 你們的意思表達到了 那你硬要這樣子撞過來 第一個 真的是非常的危險 因為那個門上是有鋼丁的 這個是非常的危險 如果我今天被你撞倒 是我刺到鋼丁 是我受傷 或者是你自己去刺到 那個鐵條受傷 那這個責任到底要算誰的 那你總不能說 你自己硬要這樣撞過來 然後說是我們動手推打你 我覺得這個說法實在是 太不應該了 那我只是在這個時候 把整個真實的現狀還原 那紅露因為他一路都在旁邊 所以他看到我勸阻洪孟凱之後 他還是硬要撞過來 這也是紅露為什麼後來會這麼生氣 會把他整個衣領抓起來 把他壁咚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人站著 那個鋼丁訂的立法院那個大門 因為立法院本身那個門 是非常的厚重的 不是很輕輕鬆鬆就可以推得開 那如果說我們看到 當天你人站的地方 如果撞到這個地方 大概是頭部跟太陽穴 那很恐怖喔 可是如果他又堆椅子的話 你撞到的位置 如果以人來講有可能是胸部 10公分會觸及到哪裡 你覺得不會觸及到心臟 或者是肺臟 其他內部的一個器官嗎 真的很恐怖耶 這只是傷人而已嗎 那我想請教的是 這個鋼丁怎麼來的 因為葉宇蘭自己爆料說 你自己爆料說林文芮丁的 然後現場有人在發鋼丁 有人在發鐵片 那到底這從哪裡來的 我們其實並不清楚 因為我們到了議場後方的時候 其實我們發現警衛已經把裸露的鋼丁 用保利龍把它先套住 就是怕大家會撞到 那當然有一些 有的門是有先被幾個委員 或者是工作人員把那個鋼丁拔起來 但至少我守的那個門是沒有的 所以那個門上有三個鐵條 包括我手一直扶著的那個地方 還有我的頭部再往上一點 還有地上 其實它是有三個鐵條的 為什麼會出現 那林文芮去釘 我是說為什麼在現場發這些 這些智忍於死的這些武器呢 因為還有鐵錘嘛 那天我連線給王定宇 他說他被那個一個長棍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覺得我其實不太懂 國民黨委員他們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當他們把自己用鐵鏈煉柱 然後釘這個鋼丁 又用棍子戳人 我們其實是有點傻眼 就是在立法院這麼多的抗爭裡頭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子一個 危險的武器進到異常 過去最嚴重的是撒麵粉 丟碎麵粉 現在是連這個鋼丁鐵條都進到了異常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過了頭了 這個你是置所有的同仁的安全於不顧 我覺得這個已經遠比抗爭更嚴重了 好 謝謝伊尹跟我們進行連線 當時他在顧著門一支手一直壓著鐵條 他很怕如果爆發衝突 這個打到門邊的時候 會有人撞上鋼丁而受傷 一片好心結果洪孟凱突然間 在駐跑的過程中衝進了異常 把他用力給推倒了 這個時候所爆發的鎖猴事件 非常謝謝伊尹跟我們進行連線 那我請教姚老師 誰應該對整個事情道歉 誰應該道歉 那提告這個大動作 好像代表原所歹戲脫棚 那繼續要脫下去嗎 來怎麼看 誰都不需要道歉 這是一個 要用肢體 來封鎖 或者來背個 立法院院會大廳 那又要佔據主席臺 你既然用肢體這樣做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要被肢體排除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我在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也多次 那個時候也是以國民黨為對象 多次在肢體碰撞中間 自己被挨了脊椎悶泉 這根本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因為你肢體上 你想用肢體來背個 來封鎖主席臺 別人就會用肢體來排除嘛 所以那個拉扯 拉扯爆推脊 都是難免的 它的界限就是不要故意傷人嘛 那剛才我們所看到 從頭到尾那根鐵釘也好 鐵片也好 鋼條也好 那就是超過了不傷害人的界限嘛 那只是因為萬幸 不幸中的萬幸 這些鋼釘都沒有傷到人 否則的話 你最後的結果還是一樣被排除 可是中間可能就有人受傷了 那鋼釘不能夠排除或者保衛你的主席臺嘛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啊 你要曉得 像洪孟凱這樣子開記者會 哭哭鬧鬧的 徒被社會大眾耻笑而已 因為事實 早已被多數民眾認知 誰看了那個場景 都清清楚楚知道 沒有人要造成任何一個人的傷害 你這樣子去控告 其實只是想無中生有的 卻無視生非而已嘛 換句話說 你根本就明明這個 這有點是惱羞成怒 也就是輸了一場 退守出來到院外以後 還想用另外一個議題 繼續去干擾議事 繼續去干擾執政黨的這個臨時會嘛 所以你自己曾經被剛才邱一營講 不斷地用口頭勸說 你既然已經被拖出 許多人國民黨的委員都是如此啊 被拖出到議場外 請你不要再闖入 你願意要被闖入 你當然會被再度用肢體排除在外嘛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啊 整個國民黨的這一個肢體的抗爭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 從第一時間其實就破功了 第一時間就是一進去以後 大聲的什麼訴求都沒有 就是訴求開冷氣 這麼一個訴求在第一時間 就把你的正當性 跟你的決心給暴露了嘛 也就是根本沒有任何 要用很悲悲壯的能量 去守住你所佔據的這個院會大廳啊 沒有啊 因為你一滴時間你就想舒適 希望開燈希望開冷氣 讓自己能夠好過 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你這次根本就是玩票嘛 因為他們曉得你的決心 跟抵抗力是弱的嘛 你不被看穿了 國民黨在這一場 我不講我不能講說是鬧劇了 可以說是玩笑一場 把這麼嚴肚的一件事情 用這麼侵略的方式去對待 表演的好像很悲壯 好像很有準備 事實上被在被執政黨也看穿了 被社會大眾也看清了 然後你事後還要移轉焦點 說我被人家鎖猴了 事實上你好好的在那裡沒有任人 任人都看得出來那個影片 推拉扯抱擠 這都難免的動作 哪有特別要鎖你性命的意思呢 沒有任何這種意思 你就算告到法院 也不會有任何的下文嘛 這只是徒徵自己的繁擾而已 以我過去跑立法院的經驗 立法院打群架應該 沒有訂定什麼規則啦 什麼動作可以 什麼動作不可以 沒有嘛 沒有啦 大家其實都可以預見說 這個一定會抗陣難免會付出代價 哪些動作可以做哪些動作不可以做 那立法院打群架 從裡面打到外面 我也常常看 但是我也很難看到 有司法院有受理過什麼樣的案件 應該 這個其實就是政治表達 司法機關應該也不太會受理嘛 那問題是 剛剛邱毅寅也跟你也都特別提到 你們當立委當這麼久 第一次看到有出現這種鋼釘 還有鐵片 鋼釘 鋼釘走去哪裡 你買這麼多機 因為說在現場發 因為看起來他是到處在釘 釘到真的我覺得 這一次真的是 這次不是商人 那去射到 不小心穿過去 那個真的會聰明 來 你那時候你人在哪裡 我那時候也是 隔山觀虎鬥對不對 完全沒有辦法進去到議場 直到這個民進黨的立委們 幫忙開始進到議場去做排除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 破門而入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進去 然後準備來開會 那我覺得這一次看到 我們在網路上面是笑稱叫做 車輪花的運動大會 就以前是太陽花的抗議 那這一次叫車輪花運動大會 那我可以看到的是說 其實國民黨的立委可能還蠻愛看電影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所用的這些 不管是剛剛講的這種鋼釘 或者是鐵片來封門 這其實很像是在演一場史詩級的工程大片 我們看到這種電影不是前面會有護城河 然後上面灑滿了鐵釘 不要讓人家攻進來 然後那個海盒裡面放鯊魚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國民黨 他們是很認真的想要把每一個門 都把它變成是這種史詩級的工程大片的門 讓他們進來的時候可能 就是手碰到的時候然後就受傷 那把這樣子的一個衝突的畫面變得很劇烈 可是用鏈子去鏈那個大門應該就夠啦 因為他們很怕別人闖進來 因為他們知道人數上面 他們確實有很大的劣勢 因為小菊姐你要知道 其實這個議場的範圍裡面呢 其實所有的立法院 不管是駐警或警衛 其實是不能進去來協助這些立法委員的 他們是連可能進去都是會被趕出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警衛 其實他們都是盡量是在議場外面走廊 甚至在走廊可能都已經是 有點超出他們的範圍 他們通常都在議場之外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呢 其實是我們只能靠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他們自己去想辦法排除 而沒有辦法讓警察直接去動用警力去做驅離 那我們看到很有趣的一個現象是 11點的時候 其實這些民進黨的委員 才開始用油壓檢去破壞這個議場 他們用鐵鏈所練起來的這些所謂的 防守的這些設備 那當他們一旦破門進去之後呢 其實只不到一個小時 所有國民黨的委員就被殲滅了 那這個殲滅呢 讓大家感覺到一陣很有趣的事情是說 其實他前面20個小時的抗議活動 說真的啦 對於立法院的議程來講呢 其實他只耽誤了我們半小時 也就是說呢 其實他所有20小時的這個抗爭活動呢 到最後其實我們實際上 臨時會開始運作的時候 程序委員會12點開始 其實只是12點38分 我們程序委員會就開始了 所以其實這所有的活動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民進黨的委員 應該對這一場搏鬥其實蠻有信心的 因為他們11點才開始做排除 不然的話其實我們早上8點半協商破局之後 他們應該就可以開始進場排除 那我們講回來到洪孟凱 剛剛他看到那個 就是在臉書上面放的這個影片 洪孟凱放 因為我昨天也是看了一下 他就寫說什麼有證據證明 就是是邱憶寅先動手 但是我說真的我看了好幾遍 我還是看不出來 到底邱憶寅動手在哪裡 我只看到的是他衝進來 因為其實昨天的狀況是這樣說 有很多的這個委員呢 他其實會落出 被排除出去之後 他還是有體力他想要再進來 所以呢因為門很多 所以有些人會從這邊門出去 從這個門進來 所以你會看到民進黨的委員們 每一個門都要守 那守了之後 你看他突然間 他可能就是在挑哪一個門 比較好公路 所以他同時用守 所以邱憶寅說他一直在駐跑 對他其實在前面一定要駐跑 因為前面有這麼多人 在這個門口守著 他如果不駐跑不衝撞的話 他一定進不來 他一定在外面就擋住了 他就是他裡面都是階梯嗎 你駐跑就咚咚咚 你就自己就摔倒了 外面走廊是平的啦 但是他駐跑進來之後 那個門底下有兩個階梯 對呀那個門進來是有階梯的 上面進來之後的話 他是下來的階梯 但外面是沒有階梯 他外面駐跑是平地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呢 我們看到他講說這個殺人行為 其實說真的 他想要引起大家覺得說 譴責這種暴力 譴責這種殺人 但是今天有一個畫面呢 其實也引起蠻多年輕朋友的關注 就是他今天跑去練拳擊 這個是他今天跟朱立倫 他今天去練拳擊 對就是今天朱立倫 帶著一些國民黨的委員們 去練拳擊 而且還拍這種形象照 就是他變成是說 我覺得這個邏輯非常的奇怪 就是你如果今天你在議場裡面 你覺得是 我不應該有這樣的殺人 或自由搏擊暴力的行為的時候 其實你就好好的扮演好這個角色 可是你今天跑去練拳擊 那意思是代表說 你經過這個痛定思痛之後 你覺得下一場仗 我要能夠把這個自由搏擊練好之後 我要把他打勝仗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邏輯 基本上是非常奇怪的 你說朱立倫帶他們進去練拳擊 對朱立倫今天帶了很多人 去練這個搏擊 說希望就是增強他們戰力 因為林維中也表示嘛 說這一場是練兵 然後陳雪森立委也說 這個你們這一場真的是齁 大家都是那個太軟弱了 我們要重新就是把這些人訓練好 才有辦法再次的 我們去攻佔這個立法院 才有好的表現 所以你會覺得一個很 莫名其妙的黑人問號就是說 所以你現在到底是譴責暴力行為 還是你其實是覺得 你想要把自己變得能夠在下一次的打仗之中 能夠勝利 我其實看不懂這兩件事情的邏輯 連線目前正在忙著跑行程的陳柏惟 柏惟想請教 立法院在打群架當中 當時你人在哪裡 那時候你人在哪裡 那時候 那時候我在辦公室裡面 我在中興大樓七樓 你為什麼沒有加入整個戰線啊 為什麼 其實兩個原因嘛 一個方面是有 其實我們立法委員 處理下都會開港 其中有一個國民黨的委員 就跟我說 我們等一下就要被排除了 所以我在想要被排除了 就不要進去了 哈哈哈 你說一定會讓人 拖走 你說不差你一個人 對啦 連絡第二的是 小黨都沒有進去嘛 我們的小黨不動 小黨不動的時代民眾都沒有進去嘛 因為這是 國民黨要對這政黨的控制 對著他們提名人 感覺不滿意 那民進黨他們是 這政黨他們就在那裡 所以 其實小黨那個時候 也有時代和聯絡 管理人要進去 所以都在外面開機交會就走 我上次百計我沒有開機交會 因為跟我沒關係啊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你一個運動 你要有訴求 譬如說國民黨你現在要弄這張 你的目標是什麼 你是因為臨算不害怕 你是因為口禁不害怕 你是因為這個臨死火的議定 對你來說你覺得不重要 那你的訴求是什麼 那如果是對人 他這個很奇怪的事情 其實這是你的辦公室 你把你的辦公室撞牌 結果進去裡面住 那是這個最破壞了 還要行情 還要提供 所以你的運動的目標和訴求 沒有明確都倒閉到 他跟三一半的運動相當的差別 就是後面沒有人堆起來 後面沒有人堆起來 民眾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不知道你的目標是什麼 甚至是沒有到後面 你的主要的訴求 夠降息 大家聽不懂 來這個 我看一中你應該很有感想 網路上都在講啊 你知道大家原本說三天三夜 大家都說好那至少撐個三天 三天三夜其實也沒什麼 人家當天太陽花撐了24天 結果後來網路上都變成是說 那就是他們定調的就叫 昙花運動 昙花一現嘛 就一個晚上 我跟你講這個連運動都不是 經過 好如果說禮拜天 禮拜一他們說昙花運動 我也就認了 但是從現在又那邊鬧來鬧去啊 我覺得就是昙花鬧去 可是 這不斷的秀下線 我憑良心講 我們也不是沒有看過立法院 在早期民進黨是少數的時候 你沒辦法 有時候因為你人數上 佔劣勢的時候 你必須表達你的訴求 所以確實必須採取一些 比較所謂的舞鬥的行為 這個佔領主席團 這種大家都見怪不怪 所以我本來期待國民黨說 沒辦法總算是像個樣子 你在野黨 反正你人數表決定輸 但是你可以表達你的訴求 好你反對監察院什麼事 但是你在表達的時候 你必須要提出你的主訴求 比如說好我們反對 我們要贊成廢除考間 你可以嗆民進黨說 民進黨你們當年主張三權分立 廢除考間 我國民黨現在也要一樣啊 那你可以大家這樣子很好 廢除考試練監察院 那你們的抗爭就有訴求 然後你把民進黨拉到談判桌 說我們來修憲 那民進黨就會 你知道這個主訴求 民眾就會說好像有報名 而且還有共識啊 對 這種提案可能還會錯啊 結果你從頭到尾 這個高度會不一樣 對 高度就拉高 結果他也沒有去提說 他們要廢除稿件 他們就說好像反對陳菊 然後就開始去那邊衝撞 你就讓人家覺得說 你就是針對一個人 你就是針對陳菊這個人 所以然後你可能因為上禮拜 你們的那個副院長 民進黨提國民黨 你們又不開心 反正總之就是讓人家覺得 你是在一種私人的報酬 好那也就算了 私人報酬你不算 你要完結就算 網路上說什麼 三十幾歲 拍手五十幾歲都要倒 因為有面對五十幾歲 夢凱三十幾歲 年輕人拍手老花 說什麼倒 說老花要給我Q 這 這個東西網友是 網友不但不同情夢凱 夢凱說 其實我有潤心講他 因為你認識 他私下我知道他個性還OK 但是你這樣的行為 網友在吐槽說 你這樣拍手還怎麼中 還怎麼倒 很難看的 那好吧你說 好那你說孟凱說 那我們說之後我們要 下次我們要舞動 練拳擊 那OK那你就好好去練 那你今天不用去提高這個動作啊 那你又提高說 什麼民進黨 我就是已經拍完就算了 看來今天好像沒算了 那你就說那邊 不是我覺得事情要有 你要有自信 如果你要舞動 好你這一次打輸了五十幾歲 你下次說你要來 就一來再打 OK那你就好好去練身體 然後下次再來找個機會 然後在一個合法的場合 不要用武器的情況下 我們來 如果你要舞動的話 對 結果你今天又去提高 你就很像 我覺得很像小孩子你知道 那種小學生 打烤 打輸了 老師老師他打我 然後又 其實跟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打我 然後隔天他又去鬧人家 他又說 打大打架然後又打輸 老師老師他又打我 你知道這種東西 連小學生都看不起 所以我覺得今天很可惜 就是說 一個在野黨本來就應該可以 所以太陽花以前有用鋼丁嗎 哎呦拜託 有嗎 你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個是當初太陽花的那個 喔當初太陽花 來你秀一下 這些學生 你看他們就是 他們也是不希望被排除 可是你看 從頭到尾沒有人用鋼丁啊 不像國民黨這個 用鋼丁這樣釘出來 所以你看 第一個太陽花有訴求症 第二個他們是用比較和平的方式 他們是 他們沒有用攻擊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外面的反應 你知道 像太陽花當時當天晚上 外面就好幾萬人在那邊聲援 結果國民黨這次的抗爭 隔天早上 外面不到幾百人 然後愛理不理的 然後他們不是說號召 大家去包圍立法院 結果沒人要去 沒人要去最後被排除以後 就一場鬧劇 所以我覺得 這真的是滑天下之大雞 連這個柯文哲都說 哎真的是不可以漏氣 為什麼連柯文哲包括趙少康 都在嘲笑他們說 啊是笑掉我大洋 來趙玉莎老師你看到 這是立法院的門上 就這個特寫看到 這是個腰部高度處 釘上了個鋼釘 可是我剛剛看到 如果以那個袖處的話 你看你站什麼樣的位置 如果你站在一般的高度裡頭 他顯然是更高 幾乎靠近你的太陽穴的地方 如果你不小心撞上的話 在立法院當我們看到 就鐵鏈了 鐵鏈去反鎖 我不認識說這樣就有狗啊 有狗啊 包括鐵鏈椅子 更多出現說還有 像是長長的棍棒 長長的棍棒之外 還包括說有用到鐵錘 來情緒這樣的演變 包括今天 朱立倫帶大家 帶大家去練拳擊 那你怎麼看這樣情緒演變 國民黨很有趣啊 他有交土作戰的道具準備 卻沒有呢寸土必生的決心跟意志 你光秀這些道具啊 移付給社會大眾 跟準備要衝進來民進黨的人啊 一種恫嚇 什麼恫嚇呢 小心喔 我這裡有棍棒喔 這裡有鐵釘喔 可是啊 你被人家看破手腳的地方是呢 衝進去之後啊 除了道具嚇人之外 你的意志跟你的決心 根本都不夠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呢 關於侯孟凱的事情啊 我寫了一段啊 這一種啊 OK 有趣的這種評論啊 簡單來講 投資理財有賺有賠 升購錢呢 請詳悅公開說明書 立法院抗爭肢體語言 在所難免 回去獵討身體啊 見步如飛 捲土重來啊 所以今天呢 看到洪孟凱啊 跟陳以信啊 哇 剛才那個 我們的委員啊 有秀出來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看到這樣的國民黨啊 我覺得啊 是有前途的啦 他們先去練拳擊了 他們開始練拳擊嘛 雖然為時已晚啊 身體啊 要像義中這麼強壯啊 恐怕也要練一個半年 重量訓練嘛 但是啊 這是一種決心的表現啊 從現在開始呢 哇 自由搏擊 對 或是呢 準備練啊 當洛基練拳擊 這樣的國民黨 可能有救啦 但有個最可笑的問題 在哪裡呢 所以劉強老大 你以後在立法院 你要帶鋼盔嗎 是不是啊 我要提醒國民黨 我們現在歷史上看見的這個抗政運動 獲得人民的訴求 絕對不是靠自由搏擊啊 這只是技術層面的問題 什麼意思呢 這就好像是呢 國民黨中央找了一個數位諸葛亮 但是呢 數位諸葛亮 圖有網路的一些啊 操作的技巧 但背後沒有核心價值嘛 你搞了半天啊 這都是技術層面的問題 就算這些人呢 把身體練得像啊 藍波洛基一樣啊 但是呢 因為你的訴求 基本上 不能喚起社會大眾的 這個支持 或者是呢 奧元 你身體練得再好 一又怎麼樣 還不就是你們這21個人 或這30幾席國民黨立委 都變成呢 國會的超級藍波